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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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也是 那一个夏天 天空和蔚蓝 思念突然有了起点 是发送向你的射线 阳光很耀眼 空气也微甜 就像你那干净的笑脸 一瞬间拨动我新鲜 你的小心翼翼 你的倔强脾气 让我情不自禁 就像要守护着 明座你掩盐下你的 解释与 收藏 你温柔的贴心 和调皮的小人心 看走你的坏心情 让所有掩埋都散开 你要干净 generic 这很容易 甲座 疯狱 皇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高四的学习生活总让我觉得乏味 而每个月我最盼望的 就是临走前的这一顿家庭聚餐 但是今天晚饭的时候 妈妈却宣布了一个重磅炸弹 小薛 下次放假 把人未来叫咱家来吃顿饭 你看你最近学习成绩提高这么快 多亏了人家帮助 那我记不也是努力的 谦虚点 人家帮你这么大忙 居然吃顿饭是怎么了 算了吧 家里刚进一批货 万一孩子看见害怕 你还好意思说你 你看看你 我让你给家里租个仓库 你非不 你给你把家都堆成什么样了 这不想省点钱吗 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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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还能进人吗 行啊 我会说的 爸妈不知道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 是第一次要男生到家里吃饭 这件事 那个 放假啊 你有什么安排啊 没有 就在学校待着呗 所要是他有饭吗 就是泡面了呗 泡面 不用说那么可怜吧 要不试试跟他说 那个 你 要不要来我家啊 那个我妈是让你去的 我妈说 你是我的好同桌 然后给我学习帮助 特别大 不对啊 这不是他的性格 这 到底什么情况 我一次 我心疤疤乱了一整天 怎么想都觉得 光我们俩人 有点像见家长 小熊 你看啥呢 我没看啥 等一下 咋的呢 别用我操作 你有洁癖啊 他有洁癖 我们家那卫生状况 就别提了 我这么莽撞地 邀请他来我家 透抽办议尴尬怎么办 思索再三 我还是要找个理由 毁掉这次行程 俺肯定丢脸 涂蓝 跟你说个事啊 上次不是邀请你去我家吗 这恐怕去不了了 我妹妹得水痘了 特别严重 你亲妹妹吗 没事吧 挺严重的 要不我去看你 不用不用不用 水痘这个东西会 会传染你知道吧 因为我得过 所以我不怕 别传染给你可不好 好吧 总算解决了 算他看上去有点失落 总比来家里尴尬抢吧 我来对不住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方学会对我说起这个 那个 你 要不要来我家啊 放学要请我去他家 竟然要请我去他家 竟然要请我去他家 不行 你形象不能碰 那是我妈让你来的 我妈说 你是我的好同桌 给我学习帮助特别大 好 去方学家到底穿哪件呢 蓝色显得沉稳 不过好像有些沉稳过头了 红色能冲合一下我的气质 但也有点轻浮 干嘛啊 臭美的 没 说是衣柜 说要去小学家 不是该穿着吗 他也叫我和成静了 但是吧 我俩去不了 因为我俩要去看拳击赛 来 这就是不错啊 看来就是我跟方学两个人了 希望别出什么差错 去方学家这件事 让我兴奋得好几天没睡好觉 等一下 别用我烧的 你 你有洁癖啊 不是 我感冒了还把传染给你 心灵高 我差点送嘴里去 没事 方学要是能看到我细心体贴的一面 对我的印象 应该会更改宽吧 听说喝热水 会让感冒好得快一些 但就在我努力让感冒好得快一些的时候 方学却给了我一个重磅惊喜 霍兰 跟你说个事 上次不是邀请你去我家吗 这我妹妹得水痘了 可能还不太方便 方学 你爸在学院门口我来找你了 你过去见他一下 什么 不然我去了 不就这么被放鸽子了 不行 我要在方学爸爸那儿争取争取 一顿吃不了就找个冰箱冻起来 好吧 把这不能放冰箱 过油的 你放心吧 叔叔好 未来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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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好 小学跟你说了吗 放假的时候到我们家吃饭啊 不是说他妹妹得水痘了 然后现在不太方便吗 什么妹妹 生什么病啊 小学是独生子女 她没有妹妹也没得什么水痘 你都跟你同学说什么呢 爸 我跟他开玩笑了 你刚刚不是分融吗 咱们来这边 这种小伎俩就想打发我 你以为我比你多考这一百多分 是白考的吗 你家我去定了 为了不让大家看到 我跟未来一起出没 再传出什么风言风语 特意提早半个小时出的学校 没想到我第一次失眠 是因为去女同学家 我本来想准备一个特帅的出场 但看到方学向我走来的那一刻 我竟然紧张到什么都忘了 嗯 嗨 嗨 吃早饭了吗 吃了吧 去你家的公交车是几路 三儿 车到了 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 好 好 吃早饭了 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 先上车吧 要不 干脆装睡吧 那个 其实你能来我们班 我特别感动 刚开始吧 觉得你这个人 特别不好相处 但后来接触接触 觉得 还不错 怎么开车的 车抛锚了 大家下去帮忙推一下 你知道小时候 我把那个破三轮车 动我的熄火 一熄火就要把他推 然后每次我都会摔一脚 你笑啥 没什么 一想到放学社交的样子 我就想笑 我真的给你 梦子干吗 你铺一下 车快走 咱们快走吧 好 各位 快上车 我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反而觉得今天一身脏兮兮的方雪 可爱的可爱 终于倒戒了 没想到你们家还挺难找的 是有的你 爸 进来 平时不是这样的 礼物特干净 一定是我爸帮我收拾了 我给你倒水去 别切了 爸 来了 你这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收拾一下吗 昨天中午我接了个急火 放心 很快就拉走 同学 让你同学先喝口水 好吧 那个 收拾了 喝点水吧 谢谢 你们家挺特别的 是吧 天哪 快来个人救救我吧 未来来了 欢迎欢迎啊 路上累了吧 你看这家里 好好好 要不这样 阿姨带你去外面转转 咱去买点东西 好啊 你确定啊 我们在附近没什么可逛呢 没关系 阿姨 你想去哪儿 保证是你没去过的好地方 多么惊奇的画面啊 全校的男生未来 此时竟跟着我那朴实的妈妈 来逛两元店 未来 怎么样 没来过这种好地方吧 走 跟阿姨进去转转 方雪 想点LV都是大牌啊 我 我们这小地方 什么东西都有 给我便宜点呗 打个折 你看 我老来你家买东西 不是 大姐 我这是两人店 你给我讲半天 他便宜习惯起 你怎么这么难说话呢 你再这样我以后不来你家买东西 是吧 我们出去有吗 大麻衣一个人发点不好啊 那你自己等完我走 你看这环节 老年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来到方学家的这一刻 我还是有点真情 一定是我爸没收拾 我给你倒水去 我正在思考我待在一堆祭品之中 能干一些什么 却突然听到一阵吵闹声 工作工作工作 工作也得分个时候吧 人家小学同学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 平时不收拾也就算了 今天什么日子呀 我看他就诚心气我 咱家的工作就是这个兴致 孩子进门早晚也得知道 瞒声瞒不住 那也不能让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咱家 一进屋 就看着一起这些东西 久等了 喝点水吧 魏蕾来了 欢迎欢迎啊 路上累了吧 要不这样 阿姨带你去外面站着 咱去买点东西啊 好啊 行 走 快走 说实话我完全不想逛街 但看得出来 方学妈妈挺为难的 应得特别去吧 魏蕾 走啊 来了 这老板这么难说话呢 你这样 你再送我个杯子 给我拿个袋子装一下 得 您可真的占便宜 全场商品全部清仓处理 我出一头的钱 你看 魏蕾 快过来 来 阿姨给你看个好东西 你看这个盆了吗 又大又好用 才五块钱 小时候啊 小学她爸就好用这盆洗头 小学就说她爸像在烫猪头 结果啊 被她爸真的满街地打 放学小时候就这么调皮啊 还有这个 你叫这什么吧 这叫苹果削脾气 把这个苹果往上这么一插 然后这么一转 苹果就削好了 当时啊 还给小学买了一个 结果把她炸得弯弯直枯 你说这成绩不好 也不是没原因的是吧 没想到方学从小就不是个手游的道路 不过要是从小就认为她 应该挺开心的 今天未来估计要对我失望到底了 不过这最后的晚餐 或许多少能挽回一点未来的好感吧 爸 喂 这碗吃啥呀 吃大餐 还跑去啊 这臭了 不可能 我放冰箱了 我本来啊 考虑得把螃蟹买回来 就没多准备其他菜 爸给你做个打卤面 你又吃打卤面啊 你吃过别人没吃过 你放心吧 爸的打卤面绝对拿手 好不容易新同学来家里吃一顿饭 竟然吃打卤面 不过也没别的办法了 你要不要尝尝我们家特地做的大卤面 好 好吃 真的 这大卤面看着难吃 吃这些人这么香 面好吃啊 好吃你就多吃点 其实这个土豆丝也挺好吃的 你让人家自己用公块加 爸 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矫情呢 蔚来 你家是干什么呢 我家做生意的 这么巧啊 咱们两家都一样 都做生意 不过呢看你白白净净的 应该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 你家做啥生意啊 还算不上人吃饭了 对了 我还有个大菜呢 你们先吃啊 来 吃 辣椒 螃蟹 这螃蟹不出 没事 就是有点不新鲜 但绝对没坏 我用辣椒这么一炒 吃不出啥来 蔚来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乎啊 反正我们家不在乎 来 方雪 你尝一个 你看 你还能不给我点面子 不是 你这孩子 怎么给父母说话呢 在重点高中读了几篇书 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我们小学够懂事了 当孩子的面也能不能够留点面子 你还好意思说你 我昨天让你去菜市场买点好肉好菜 再把家好好收拾收拾 你非接什么订单 害得人未来大老远来了 连那饭都没吃好 阿姨 我是真的吃得挺好了 我都没吃过这 你不用给他面子 我都受够了 我跟你丢脸都丢到家了 我现在连脸子怎么写都不知道了 你瞧瞧你啊 你这买菜专门买人剩下的 你用水还一滴一滴地用 一个月省个五块钱水费 你都能乐得屁颠屁颠的 还有 你们家那么多兄弟姐妹 凭什么就让我们一家养你爸妈 你不出列也就算了 还竟给我添乱 这日子没发过了 你能不能别说了 不懂 你能不能别说了 你们去吧 我去找我妈 你 你还能不能吃下去了 你 没事 叔叔带你 出去害 到点了 走 跟上 叔叔 您没事吧 不是被气坏了吧 不是 我血糖膏每天走路 不能低于三十分钟 那您不关心阿姨吗 你阿姨这个人啊 刀子嘴 豆腐心 息息来得快 走得也快 一会儿就好了 未来啊 你爸妈平时吵架吗 我爸妈不吵 其实啊 两口子偶尔吵个价也正常 天上下雨地下流 两口子吵架不计仇嘛 等你将来结婚了 偶尔和你媳妇吵个价也正常啊 站住 兄弟啊 跟上回一样 肥瘦各一半啊 二十块钱呢 叔叔 一般不都买瘦的多点吗 不是因为便宜我才买肥的 我想给我媳妇一个油头 我拿那肥肉啊 让她故意属罗我一顿 我再敷个软 今天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好了 赶紧回去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妈 在外人面前吵架 虽然他们有时候 也会因为生活琐事半嘴 但好像都没这次这么激烈 小雪 对不起啊 你看今天这事闹的 人家未来大老远来一趟 这吃也没吃好 玩也没玩好的 都怪妈妈 什么时候吵架不行 我怎么就没忍住呢 妈 你别这么说 怪我爸 我爸年就那样 你说当年我怎么就被他骗了呢 妈 你笑啥 没什么 就是想起你爸当年跳舞那样 你看那男的了吗 和你爸当年一模一样 笨死了 那时候啊 他一跳舞就踩我脚 我就说他 他还傻笑着说什么 没事 慢慢练 等练老了就练会了 这后来啊 跳舞也不流行了 也不知道你爸现在 还记不记得这话 就他那样可以早忘了 也是 是 走吧 回家 要不你爸该着急了 你不生气了 跟他生气 我还不得气死啊 你一会儿不还得回学校吗 走了 你爸 我忘了 复读机被没收了 这是我找复读机干嘛 你听 海风的声音 海浪的声音 还有远处传明的声音 我如果把它全录起来 过几年我在听的时候 我就能想到今晚了 所以你拿复读机 就是为了录这些 对 方雪 谢谢你 我觉得我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你别安慰我了 没有 今天真的是我过得 最充实的一次月假 你没觉得 今天特狼狈啊 不会啊 不管是你摔跤的样子 还是 你爸爸做了面 还有一起去的两员店也好 还是 看叔叔阿姨吵架也好 都让我觉得是生活 特别美好的瞬间 我想我现在终于明白 方雪 为什么是方雪了 所以真的特别谢谢你 所以真的特别谢谢你 我为什么是我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外打正着 那次未来来我家之后 我见他就变得更不自然了 脑子中老浮现住那晚 他说谢谢我的样子 方雪 不好好学习想什么呢 我想服务机的事 你怎么来了 你爸联系不上你的 快炸了 你妈电话打我这儿来了 你手机呢 魏莫收了 有我的 你爸回电话 快去 好 好 你吓死我了 你以后进步的时候 能不能出点声 老师 全班作业都交齐了 行 放这儿 我还不走啊 我想好了我那个 一千一万分的奖励 那你想要什么呀 自从约假回来 我便有些不太敢面对方雪了 方雪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我猜测 还是因为服务机的事吧 方雪 不好好学习干吗呢 我想服务机的事 尹老师 你们这大白天走路 都不出声的吗 对不起 你找我有什么事 奖励我想好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好 那个一会儿放学你有空吗 有啊 早了 保密 这什么好保密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看着他向我走过来 让我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认识了一个人好多年一样 他看着我的眼睛神采奕奕 我突然觉得 他确实很好 我在想十年 二十年 当我回想起相机的 现在这一刻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细节 但这肯定是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想 这也是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也是 你是否在高中时期有个暗恋 我现在正在念高三 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男孩子 你想偷偷地经过他的班级 进入过操场 偷偷地去看他一眼 你想跟他有一个偶遇 你想要发展你们俩的关系 但是又怕 说出一些话 做出一些事情以后 两人的关系反倒不如从前 变得更加的僵硬 在暗恋中 你可能会看到别的女生 对他说话 表达自己的爱意 那个时候内心可能 就会有一些些的痛苦与争扬 这也就是暗恋的滋味 有一点点不好回答 以前的话 就认为暗恋就是 把一个人放在心上 总期再见到他 真想要靠近他 现在呢我觉得 真正想要靠近一个人 就应该拉近心灵上的距离 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 及其他身上的某些特质 特质上其实变得更加充实 更加自信 我个人来说呢 在高中时期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但是我相信 在高中时期谈恋爱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会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回忆 在梦里反复颜色未来的目标 日记里的字却在炫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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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熟